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可能做梦也好是有想到一个 就是其实你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 最开始你是把话说好 说好了你在跟对方有互动 最后这个话就会立体出来 就是你说的话是有根据的 是有情绪的 有这种相互的这种影响的 而不是你在读你的台词 而没有跟对方 你的partner产生关系 关于我们课堂上练习的那个sing的内容 后来我本来想 就是之前的话是一直在把它给读顺了 然后读快了 就是把它给记下来了 但是对于语音pronunciation这些方面呢 就慢慢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不用去担心记忆的问题 那就会更加把重点放在说的是不是准之类的 然后本来想找同学帮我读一下的 后来我就自己在网上找这场sing 没想到真的找到这一段的视频 然后我就一直在听 听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自己有好几个地方 就是说的不是很好 比如说我说啥 那个 envolvement envolvement 我就说envolvement 我听他说那就是envolvement envolvement envolvement just some poor schmuck poor schmuck 就是可怜的 poor 但我听那个片段的话 他就说poor poor he was just some poor schmuck poor schmuck poor schmuck 就是poor 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我看就是以前我一直都说poor poor guy 之类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哒哒哒 我想想什么 还有就是我看他原因的话 他的是 you told me to shut the fuck up and get ready to be a millionaire 我们的sing的那个size上面写的是 没有up 但我觉得这个短语来说应该是有个up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所以的话我这边可能我自己会改成就是 you told me to shut the fuck up 还有一个人名叫做JT Marlin 那我是一直说是JT Marlin 但是后来我听了这个片段是JT Ma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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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Marlin 当然不完全是错的 但是就口语来说应该是Marlin会比较好听一些 JT Marlin 还有就是API前的这个the 它那个原因里面是他们是读the the A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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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一直说这样the API the API 因为这个F 虽然它字母F不是一个原因 但是它的读音是A A A 有个A是原因 所以就一般会自然的就会用the API the API 将来我会多做一些这种就自己去找一些精彩的片段 那种对话比较多的就完全是对话的那种大概一分钟两分钟这样的 然后把它听听听然后把它给弄熟了 然后再去用自己的感觉去呈现出来不能说表演吧表演是慢慢加进去 我觉得一开始是呃我我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性我找出了那个原片段的之后呢 其实我有点担心就是我会不会因为它的表演去影响我的表演呃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呃 你又想到一个就是其实你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最开始你是把话说好说好了你在跟对方有互动最后这个话就会成为成立就很就会立体出来就是你说的话是有根据的是有情绪的有这种相互的这种啊影响的而不是你在读你的台词而没有跟对方啊你的朋友产生关系 是有的但但但完但可以是完全跟原著是就是original的这个影片是相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都有可能但是是成立的是可以的嗯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拿一个完整的东西去模仿局限了因为同样一个剧本如果找不同的两对演员来演或者不同的导演都会很不一样但是都不一定都不会影响你这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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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个好的片子它都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所以同样一场戏也可以有很多种表现但关键关键是你这个演员 就是跟这个人物嗯融为一体和对手然后两个人是在同一个page的而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啊上课的路上 然后明天我们要去修金山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去我是第二次啊有一个重要的啊目的就是去带我女儿去看她的学校 因为它被那个UCBUC Berkeley啊录取了嘛所以我们想去看一下然后也顺便去玩一下所以我们会是星期四的下午出发星期五一天星期六一天星期天有半天的时间在那边所以大概有两天半的时间好好看一看嗯到时候我也拍一下视频 今天大家在课堂上的表现呢又让人感觉到了之前我在刚开始上前几节课其中有一次老师让我们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啊那种哦一个是讲自己的故事啊 啊随便讲啊随便讲但是是自己的故事就那种就啊特别真实特别就很简单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但会让人觉得你说的就是真的而且是很具体很形象啊会感同身受的那种 还有另外一个课堂的作业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对方坐呃一个同学坐在你的对面然后你假设他是你最想倾诉的对象跟他说的啊 啊最后的一次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这次过了之后你就没有别的机会了所以那那次的话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同学的这个 这个话呢都感觉是一个超级完美的一个告白就非常好那也是因为没有剧本呃也是说的你最想要说的最想要倾诉的对象在你面前那两次虽然大家都没有在还没有去进行太多的什么学习和练习的情况下都已经是非常棒因为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又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现在我们的话就是有个性嘛虽然这个性里面是给了你台词但是没有要求你过多的表演啊那因为用了老师所教的这个方法就是先把那个词啊就是完全的揉碎了融入到你的那个身体上就是等于说你就不再存在记忆的问题 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所表现出来的也是最简单的最真实的所以的话即便是说的是一个剧本上的一个情节一段对话那也让 我和我和其他同学和老师也一样因为一开始是不熟的这个词嘛大家还在就是会忘词啊会会断啊这样但到现在基本上每一队都词是没有问题的都已经就融入了进去了所以剩下的就是不用再考虑这个 只是在关注到对方给予你的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又回到了很真实非常美妙非常就是真实的那个容易打动人的这种状态 所以今天的感受就是这个那我呢也是也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进步但是唯一就是啊我对这个上节课也说了就是对我的这个发音上面我我有一些想去再做得更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还是啊有在调整有在脑子里有有在那个还好吧就是不至于影响到我只说到有瑕疵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方面那接下来的话我也会把它更加去呃改善然后通过各种方法去把这个发音语音说得更好每一天就是拍这些路上的高速公路上的车车流 然后就塞啊塞车啊各种情况